娱乐圈里不少男星背后的老干妈可以说个个非等闲之辈 这些了不得的干妈究竟是何须人也呢 和头条号小星星娱乐一睹方容吧 叶德贤是早年香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镜率最高的干草演员之一 同时也是华人女歌手中难得的绝世畅强的女艺人 她更应双期发展在娱乐圈有了坚固不懈的地位 她曾与刘德华合作过在电影里饰演母子 据传许多男艺人都想成为这位了不起的干妈的干儿子 只是唯独刘德华有这样的幸运成为她的干儿子 众所周知 肥姐沈殿侠在生前就是一个受人欢迎与敬重之人 人缘极好的她几乎是当初香港娱乐圈的首席一姐 任她做干妈的儿女有很多 其中张学友也是她其中的一个儿子 之前有演唱会都不会缺少肥姐的身影 可以见得两人感情极好 汪明泉是一个传奇人物 首先她在香港娱乐圈地位扎根极深 是娱乐圈里的大姐头 且她从事涉及范围较广 不只是娱乐圈的一员 还从政从商几乎无所不能 而她也是谢霆锋的干妈 当初谢霆锋年轻气盛犯下不少错误时 作为干妈的她 特出庭力挺谢霆锋 香港20世纪80年代初 著名歌唱歌后叶倩文 也是一个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 与林子祥这段感情也是娱乐圈里轰轰烈烈的 不过任房组民做干儿子的她 向房组民提出四个要求 不要吸毒 不要酗酒 不要上街乱逛 不要被狗仔对跟 只可惜这位干儿子 并没有将干妈的话听入耳中 还是犯了吸毒的禁忌 也让叶倩文形同不已 别是不禁忌 模型